田秦小说里面林黛玉肺不好 肺不好 因为他为什么呢 相思病 所以一直想着想着 其实中医讲情绪就是这样 想着想着肺就不好了 那肺不好脸就白 所以望闻问切 光第一个望 用看了就已经可以找出毛病 这实在是太厉害 中医的第一本医书 皇帝内经是在两千多年前 那这本医书特别支点在哪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 你会发现 里面没有讲到几个药 没有讲到药 对啊 原来古人说要法天应人 那我们怎么样顺应事实节气 我们上一集有稍微提到了 然后厨房就是药房 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养生 这是第一本医书 所以这本书从几千年前 写下来之后 流传到今天 所有的中医师都还在读它吗 是的 而且是第一本 中医思想都是从在 虽然中医很多门派 都要归这边 哇 真是了不起啊 是 在战国时代有一名 很重要的中医师 扁确 扁确 他们古人学中医的 他们很特别 要嘛就是因为 没有考到官 他就行医 没考到官就行医 也是聪明人 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古代医疗不发达 很多父母亲啊 他因为没有得到很好医治走了 他认为是大不孝 所以呢 他就学医要救人 因为现在科学啊 西方医学也开始检测出 我们以前说的十二经络 他看不到 对 可是透过能量的检测看到 那古人没有医疗器材 为什么知道呢 其实古人很多是修行人 那他的眼睛看得比较宽望 就是我们的可见光 其实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更广 古代修行人很多就是直接看到那张 扁确就是咯 直接看到那张 对 五脏六腑的循环 气机循环 那他知道说其他人要学中医 一定要有方法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层次 可以透视 对我们后世 中医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 教我们中医的整顿方法 就四个字 望闻问切 第一个望枕 就是我们直接看这个人走过来 比如说他进到枕间 我们看他脸色就知道了 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走进来这个人脸色泛轻 肝不好 脸色土黄土黄的脾胃不好 脸色整个黑的肾不好 对 脸色白白的 太白的 肺不好 年轻小说里面 林黛玉肺不好 肺不好 那因为他为什么呢 相思病 所以一直想 想着想着 其实中医讲情绪就是这样 想着想着肺就不好了 那肺不好脸就白 所以望闻问切 光第一个望 用看的就已经可以找出毛病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么中医他的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对峙这个病毒的现象 我们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要解释 现在的中医已经证明说 可以解决COVID-19任何病毒问题 可是大家都会觉得 为什么你都没有办法知道什么病毒 所以今天要告诉各位 中医的思路是什么 我们的第一本医书 黄帝内经讲 无问其病以平为其 两千多年前的书 就告诉我们 不要问什么病的名称 平身体平衡为其 那当然我们身体会产生 发冷发热或者口渴的现象 那这种现象 我们就会让它平衡回来 那其实中医在帮助人平衡里面 有一个叫八纲辨症 八纲辨症 这边有八个 阴阳寒热表里虚实 其实中医的整个 让人平衡的治愈机制 就在这八个字 像寒跟热的平衡 当我们有外感的时候来 有的人感冒来 是不是有的人会发冷 有的人却会发热呢 以前我们请教师傅 所以我小孩子发烧怎么办 师傅第一个都会信我们 问我们说 你摸摸他的手 是冷还是热的 所以即使是外感 也是不一样的 对啊 而且有时候还是有阶段 先发冷再发热 小孩子跟我们中老年 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的起气比较强 所以基本上他很常发烧 所以在成长期的小孩子 只要一有病邪来 一起来他就发烧 他就免疫力就起来 其实发烧是一个 免疫力好的现象 有很多人说 我不常生病 然后有没有运动 没有运动 不好意思 你的身体能量不足 都不足以排病毒 都发不起烧 对 那现在医学也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 白血球起来 要抗病毒的时候 那其实白血球起来 最好的温度 其实是在三十七八度的地方 它最火化 那所以说这让我们 其实发烧是有利于 身体的治愈的 是是是 那表里呢 就可以这样讲 如果你吹到风 一直吹风 从皮肤进来 然后进到肌肉 会酸痛 对不对 那就是有表 其实古时候的人 感冒是小事 厨房就是药房 进厨房就干嘛 进厨房 厨房有姜 我们把姜切一切 加一点那个红糖 喝了下去 身体就发汗 发汗呢 我们的所谓的寒气 跟风 就会从皮毛就排掉 那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身体 就是一个气球 那个气球 如果没消了气的时候呢 外面的风什么 都很容易进来 就进来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练平甩弓 把我们的气 打足了 打足了 才能够 内压大于外压的 把这些冰鞋排掉 所以您讲的是说 如果它是一种 风鞋 透过皮进来的 这种感冒 我觉得筋骨酸痛的时候 其实我要做的事情 一个是我可能练平甩 把我冲气 对不对 一个我可能到厨房去 找个姜来熬熬糖 是这个吗 是的 但是感冒它 它有一种 它不是筋骨酸痛的 它是咳嗽的 对 中医讲 风鞋犯肺 直接从皮肤进来 那皮肤呢 跟肺会有直接的关系 那道理呢 我们讲表理嘛 我们介绍一下理 那有些人呢 觉得自己很健康 年轻人 他不会感冒 结果呢 就吃冰 你就是直接把冰 吃到肚子里面 倒成了怎么样 草味型感冒了 所以夏天感冒 还不少于冬天 因为大家会忽略 所以说我们最终的 还是要饮食习惯 要维持好 不要只吃自己喜欢吃的 五色均衡 那现在营养师都告诉我们 说要吃什么 里面还有什么 我们记不起来 你就把五种颜色吃足了 青色黄白黑的颜色吃足 其实营养素就平衡了 中医它的理论 是让你身体里面 来制造平衡的力量 对不对 是的 基本上用食物 食物就可以 所以刚才说厨房就是药房 那再严重一点才会用中药 因为中药比食物来讲 就是有一点偏性 就是寒热再偏一点 那事实上它中药就可以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就是气功跟静坐 就是预防保健 也就是预防医学 这可以帮助身体提升免疫力 排除病毒 这个是我们几千年来中医的一个思路 但是现在的主流医学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 因为现在我们医学发达了 那大家都希望说快速的让身体的症状消除 那也因为有健康大家都觉得方便 其实有时候就忘记了有些小感冒 像我们在国外 像李雪师姐你在国外也知道 感冒医生会怎么跟你讲 他说你回家好好休息 多喝水睡个觉 对你看 那结果我们这边太方便 就一直塞药 那塞药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它确实可以控制症状很快 但是容易伤你的肠胃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以中医的思路逻辑 就是我想办法让你 你的身体里有一个免疫大军 我想办法让你的军力增强 但是以这个对抗疗法来讲 就是外面敌人进来的时候 我派别外国军队 外国军团 外籍佣兵来帮你打仗 所以这个思路是完全是不同 第一本一道宝典 皇帝内经 它告诉我们这两句话 希望大家把它记起来 然后作为我们养生的一个坐标 第一句话叫做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就刚刚举例 当我们一个人正气族 就像一个冲了气的皮球 邪气你就想说是外面不好的气 病毒打来一拳打下去 你其实会被反弹回去了 病毒会反弹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练好 那邪之所臭 其气必须 邪气包含病毒 风火鼠湿噪含中医讲的 这些不好的外面的气 它会臭到你身体里面 一定是你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这个中医的预防思维 我们就用这三个圈圈 让大家记起来 就扶正气 我们练功扶正气 我们练功也可以去邪气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练平甩功 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有不同 通常一开始我们10分钟气血循环 20分钟开始消除疲劳 先去血气 想想看我们身体如果是一杯脏水 那你一开始要倒干净的水下去 不是水又脏了吗 所以我们要先去血气 先把脏水倒掉 然后再补正气 倒进干净的水 所以我们平甩功 虽然有10 20 30分钟 建议还是以30分钟为一个单位 才能做到扶正去血启动治愈 从古代的中医 其实我们用中药草之外 特别重视的就是生根心的调量 生心调量 那古代华陀 李时针 孙思苗 他们其实都是道医 为什么称他们为道医呢 因为他们发现 他的医术还没办法救所有的人 所以他后来求道才发现说 原来生跟心是互相影响 有形的药物只能治疗一半的问题 一部分的问题是需要从心理的健全开始 身心灵的调整 其实老祖宗就发现了 所以老祖宗他很早就知道 不能光子照顾这个身体 其实心也是很重要的 那像画陀他就看很多动物 所以就有武秦系 这些导影之术 那我们就设计 他就设计出来传到我们后世 让我们能够养生跟保健 所以像这个导影树的图 其实在我们之前曾经有 从东汉马王堆里面挖掘出来的 所以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 就已经在练导影树了 古代的工法像很多人的器工 一套的话要一两个小时 那现在我们时间不够 那师傅帮我们创立了平甩工 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 效果不简 太好了 因为他阴阳平衡表里平衡 就一样达到了经络平衡共振 启动身体治愈极致的这效果 其中还有包含刚刚说的导影树 那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来我们这边报名上课 按部就班的把你的身体 在更上一层楼的推进一步 为什么古代中医师到后面 会走上修道之路就发现 有形的药物 它还是没办法全部解决问题 就是在生跟心的互相影响 所以《黄帝内经》里面提到一点 若主明则下安 中医讲心 我们这个心主神明 所以我们神明不是只有外在的神明 我们心也有一个神明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自主的话 我们身体下安 就是我们身体才会安顿 身心才会安顿 所以情绪的平衡非常重要 因为情绪的平衡 它对我们身体提升免疫力 有着关键的作用 因为很多人就说我知道我做不到 那知道要放松 知道我要正向思考 但做不到 所以师傅特别写了这本书 《养心日月谈》 那这本书的最大特色 就是师傅一篇一篇文章里面的心法 而且它是有QR code 可以扫描 可以听到师傅亲自来解说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 师傅也有特别提到 我们要用善念练气 用爱心了集 用善念来练气 用爱心来了集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种 无形大愿力的一个力量 就带给我们身体的正气加倍 对不对 思想带动能量 思想带动能量 所以我们只要有正能量 用善念练气 思想带动能量 所以你平常放空练有能量 如果你正面思考的时候 思想会带动能量 能量会跟随你的思想 所以我们用善念练气 用爱心了集 请大家可以记得 我们李洪山师傅的这个心法 会帮助你事半功倍 有一个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 跟睡觉也有关系 他说一星期里 大概有两天很早就醒了 只睡两三个小时 那他应该怎么处理 这确实我们人是一个动态的状况 所以每天的睡眠的状况 会依照你白天 活动 思虑 跟劳动的状况 会有所不同的 那如果近期您这边 晚上就睡一两个小时起来 睡眠产生断序的现象的话 那我记得上一期 我们也有人这样问 我们有12个时程 那每一个时程 其实都有一个气血循环 做脏腹的修复 那有可能在那个时候起来 是那个时候身体 在做气血的修复 那这个时候不妨你起来 就帮助他身体循环好 就来练一下 这个时候不需要看时间 你就在床边甩着甩着 你觉得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坐在床员 不要立刻躺 坐在床员静坐 就像我们这样端坐一下 放松 然后坐着坐着 你会感觉 开始有一点睡意 然后再躺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很容易的 进入睡眠的状况了 所以就是如果睡不着 没关系啊 叫做什么 正好练 然后他问说 拼甩工对糖尿病 有没有帮助呢 是有帮助的 任何身心的问题 其实都有帮助 其实我们这两集呢 其实也是跟大家解惑说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有效 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其实就是中医的理论可以解释 身体的营阳 气血平衡 然后我们身体产生的治愈 本身有的那些症状呢 是可逆的 就如果你那是属于慢性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身体失去平衡 都是累积已久 累积已久 失去平衡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呢 是想办法把我们的这个平衡力 找回来 想办法让身体恢复平衡 想办法增加你自体的治愈功能 每个月都会偏头痛 都会痛到吐 左边痛两天半 然后右边再痛两天半 他这样的痛 头痛的情绪已经七年了 然后目前练平甩工练一个月了 那他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中医讲了 头痛的位置 也会带动到不同的经络 偏头痛的两侧 其实是肝胆的部分 熟目的 那肝胆跟情绪有关系 可能要找一下说 我们是不是在工作生活 家庭的关系上面 有哪些地方你是过不去的 会有一些情绪 抑郁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 因为情绪的影响 会造成经络的不同 所以刚刚我们有介绍的 养心日月谈 就很适合你看哦 是没有错 所以我们除了每天练练功 也需要在情绪平衡上面 去做一点功课 所以读读像师傅这样 充满正气能量的书呢 肯定也能够帮你 不管在生活上 情感上 各方面有什么过不去的 你可以在中间找到答案 我平耍可以练到眼睛吗 也是有的 我举我自己母亲的例子好了 我母亲的例子 之前练好的有 内风湿关节炎 她以前痛到要打针了 因为她关节都肿胀 有一次我跟母亲吃饭的时候 是我看到她 妈你怎么 这个后面这两指 只有这两指肿 其他这几指都消了 说你看什么医生吗 她说没有看什么医生 那你就教我平甩 我就每天甩 那就消了 所以真的有效 这免疫治愈系统 那刚才讲到眼睛 是我母亲的第二个 因为我母亲后来 就是有摆内障 那也是眼睛的问题 那她练平甩功 练完之后呢 我就顺便教她说 手上有气嘛 练完之后 然后手上眼睛去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眼睛 那这样眼睛按摩热之后呢 眼睛的血管 视网膜血管的通畅之后呢 再去回诊 其实她医生也告诉她说 其实你不用开刀 眼睛没问题 她那个白内障的问题改善了 哇 真是一大福音 对 所以眼睛类似的问题 我们练完功之后 不妨我们就去按摩它 我们按摩热 摩擦热 比如说30秒 一分钟 我们当然要先搓热 再搓一下 然后敷一下 再去按摩 我相信会帮助你眼睛的循环 癌症患者一天建议要练多久 要练几次呢 基本上这三个原则 我们还是要提醒她 就是吃素 练功 发大院 那为什么 第一个 我们知道吃素的话 会让身体比较干净 让身体的代谢平衡 减少负担 而且身体也不会这么酸性 那练功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它就增加我们气息循环跟迷离 那为什么要发大院 很多人想 我已经重症 大家帮我都来不及 我这个还是发大院 其实很重要 因为有些人得到这个病的时候 他会怨天尤人 在家里面一直想这件事情 你是会把这个病想大的 所以当我们在有正念的时候 我们吃素练功 我们发大院就先想好说 我以后练好之后 我要分享给更多人 我要来做义功 慢慢慢慢就会看到改善 这个多年来 我们也帮助过很多人 如果身体有任何的状况 其实就是要回到最根本的 加强我们自己身体的治愈系统 所以别忘记 我们自己是最好的医生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爱护自己的身体 我们也就能够去爱护别人 照顾别人 那我们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长长久久的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 别忘了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 谢谢您 谢谢您 再见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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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